好,我们在刚刚过去的礼拜一,我们看了真言十四章的二十四节 那今天早晨我们来看真言二十四章第十四章第二十五节 说做真见证的救人性命,那突出谎言的施行鬼诈 我自己我非常非常清楚,我自己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们这张嘴也能救人,也能杀人,也能救人,也能杀人 但我更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我们教会的姐妹 我们都可以说智慧的话,说被神祝福的话 也能给别人带来祝福,能见到生命的话 所以我今天早晨我就特别的希望跟听众姐妹讲几个见证 二十五节说做真见证的救人性命,突出谎言的施行鬼诈 我想起来在很多年以前,哪一年我都不记得了 然后在一个礼拜一的早晨,天刚刚亮,我就接到电话 谁给我打电话呢,是在大连的一个韩国传教师的翻译 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呢,说王牧师你赶紧来 这边这个镇不住了,乱套了,只有你能帮忙 我说啥事啊,有一个人呢,来敲诈牧师,他们管他们的那个宣教师叫牧师 敲诈牧师这个钱,我们不给呢,只要这个又要打又要杀的,还要报警 你知道外国人在中国传教是犯法的 当然你就是偷偷默默的干,也没人管你 但是如果有人举报了,那就是大事了 然后我这一听这事很大呀,我就想过去 但是呢,心里面也是一愣,为啥一愣呢 我就想这个敲诈这个事情啊,比较难助理 因为中国话讲家丑不可外扬 如果这个院长啊,这个被敲诈的传教师愿意给钱 那给钱就拉倒了吧,这个对不对,谁也不知道啊 你就这闹得这是天下皆知,多不好啊 然后他肯定是不愿意给钱 所以才找我 反过来,那个敲诈他的人我也不认识 那就算认识,我在大连也算个名人 看见我来了,说王牧师,你来了 那既然你们是朋友,不要了,我要脸 这个人如果要脸呢,他就不可能干这个事 那这边肯定是要钱,不要脸 这边是宁可丢人,让天下人都知道,我也不给你钱 那边是,我就不要脸了,我就要钱 所以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在心里面就做一个祷告 其实我这个祷告呢,就是想问主去还是不去 但是神给我一个啥感动呢 神说,你愿意人怎么带你啊,你就怎么带人 因为现在呢,别人在大连做传教士 那有一天呢,你可能在外地做传教士 如果你在大连的时候,你是地主,别人有困难,你不帮 那你想呢,等有一天你在外地,你又有难了 你希望当地地主也视而不见吧 圣经的原则是,你愿意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对待人 就像孙琳的,有的时候我就说,外地有些外地来的牧师刚来有啥困难找到咱就帮忙 我不在,我说你就帮 那为啥我跟孙琳这样讲的 因为我很清楚,有一天孙琳也去外地 那现在孙琳你在北京呢,有啥事 完了你找两个朋友,人家说,哎,我忙,哎,我有事,我没时间 那你啥心情呢,心情老不好了 你懂啊,所以今天我们,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冷漠 但是我们基督徒要永远有热情,永远有热情 你说牧师啊,热情都是有代价的,那不得搭时间搭钱吗 这谁说的,这谁说的,这谁说的 啥叫热情有代价,要搭时间搭钱呢 我告诉你,这要投资 你为别人的事搭时间搭钱 然后这件事被谁看见了,被上帝看见了 人在做,天在看 神就帮你,神就帮你 所以这次我在办我身份的时候 我需要有一些人给我写那个推荐信 写推荐信 我就喊一掌 我收来十几封推荐信 我收来信,而且都是知名的律师 知名的医师 还有政府官员,还有大学教授 就是说随便拿一封信拿出都有分量 但是反过来说,这样有分量的人不是轻易会给人写信的 那为啥我喊一嗓,人家就给我写信呢 一分钱没话 都是这些年我们跟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有什么事找到我都热情的去帮忙 用中国话讲,就是说感情出到位了 用圣经话说呢,就是很久的爱 所以今天我自己又在想 我们中国的弟兄姐妹 我们将来有一天都会出国的 我们现在在大连的,在沈阳的,在丹东,在北京,在上海的 都不可能一辈子在大连,在上海,在北京,在深圳,在丹东 你都可能上别的地方留的去 所以今天我们做每一件事 我们都在基督里面做 我们做每一件事,我们都为神做 打字方面打字 我们做每一件事都在基督里面做 被神纪念 我们做每一件事都是为神做 我们得神的奖赏 所以再也别跟我说 牧师啊,那热情都需要付代价 那不打时间打钱吗 那不叫打,那叫投资 我们把时间把钱投资在天国上 所以我当时祷告的时候 我就问神去还是不去啊 因为我知道去也干不了啥事啊 完了,那个不去挺好的 我还要自己一大堆事呢 神就说了一句话 说你现在是地主 你在大连,别有困难 外地的你不帮忙 有一天你不在大连了 你上外地了 你做传教士去了 你有困难,有人会帮你吧 所以我就立马打个车就过去了 去了以后啊 我一看场面挺热的 那个传教士呢 在屋里屋跪着祷告呢 完了他的几个弟子呢 就跟那个敲茶饭在那儿 在那儿那个 就是玩那个车轮大战呢 就跟人家讲 哎呀我们也没钱呐 哎呀你找别人吧 我没有钱就给你了 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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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别说自己没钱 打字方便的打字 基督徒 千万别说自己没钱 千万别说自己不行 千万别说自己没本事 基督徒 打字方便打字 千万别说 我没钱呐 我不行呐 我没本事 所以 今天我们在这里面 我特别强调 我们教会的弟兄 我们教会的姐妹 当王牧师安排你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千万别说 哎妈我害怕 哎我不行 哎我没时间 哎我没钱 今天我不管你有没有时间 我不管你有没有钱 我也不管你行不行 你记住一句话 神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我凡事都能做 所以这件事情 我跟很多弟兄 我跟很多姐妹都讲过了 我让你干件事 你呢 不干 为啥不干呢 你不行 那你不行 你还不干 你不干 得到锻炼 那你不永远不行吗 但是今天我让你干件事 你不会 你不会 你找神呐 跟神祷告啊 跪下来呀 跟祷告 神呐 这事挺难 神呐 这是我不会 神呐 牧师安让我干 神呐 你帮我 四句话 会不 神呐 这是挺难 神呐 这是我不会 神呐 牧师安让我干 神呐 求你帮我 这个打字方面 帮我打字 四句话 很简单 神呐 这是挺难 神呐 这是我不会 神呐 这事 牧师安让我干 神呐 求你帮我 你要是把 不会干的事 给干了 那你不就练了吗 你如果 一件 不会干的事 你把它干了 靠着神 那你就 加一分 你要把 两件 不会干的事 不能干的事 给干了 那你就得加四分 那你要把 三件 你不会干 不能干干了 那你就是专家了 今天这社会者 一个人能把 三件事干 明了 那就是专家了 所以亲爱的 弟兄亲爱的姐妹 高尔基写过一本书 钢铁是怎么练成的 我也写一本书 专家是怎么练成的 牧师让你干 你就去干 牧师让你去干 你就去干 牧师让你去干 你就去干 不但要干 还要好好干 不但要干 还要把它干好了 你就成专家了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千万别说自己没钱 你知道吗 千万别说自己不行 所以那些说自己没钱的 后来都不信了 那些说自己不行的 后来院长回国了 他们还在那聚一阵子 最近我听说散火了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告诉你 我们这个教会 永远不会关门 我们这个教会 永远不会散火 为啥 很简单 这个教会的牧师 就是没有他不能干的 没有他不敢干的 没有他不能干的 没有他不敢干的 所以几天前 我们这个中国教会 不是搞了一个空中课堂吗 我呢 有点懒 我也承认 我呢 本来自己可以找老师 这个 我也不知道马金在不在 我就委托 那个 这个 我们美国的同工 委托美国的同工 去安排这个事情 然后呢 他呢 他也挺忙 最近买了一个大学 然后呢 他就这个外包了一个 这个合作伙伴 那个合作伙伴给派个老师 反正他 他们之前没不知道怎么给你 没整明白 第一周上课还不错 第二周就有事上不了 第三周又不上了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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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很生气啊 我直接就给微便批评了 我这种事不可以这样的 我说这是教会的事 跟钱没有关系 我说这些教会是跟钱没有关系 我说他 这个 不要钱我都不用他了 他不要钱我都不用他了 我说我自己找老师 啊 话说回来 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时候 我跟那个马金打电话呢 应该是礼拜天聚会结束 我马金啊 我说我有点官僚了 我不了解啥情况 你给我讲讲 几个孩子 几个老师 完了都怎么学的 我了解完了 我立马用英文 卡卡 用英文卡卡写广告 我就在我的那个 另外一个这个 英语的圈里面 你那个微信里面都是中国人 微信你就不用看 发也没有用 我就在我Facebook 有几个这个美国朋友 发了一发 马上老师就过来了 马上就到位 马上就到位 所以亲爱的弟兄亲 兄姐妹 永远不要说 哎呀我不行 永远不要说不行 靠着那家给我力量的 我凡事都能做 所以今天 我去了 我一听完了 你说你没钱 那你那你这这能解决问题吗 但是我也不知道 该个咋办 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不是你 不会干 我也不会干的 谁生来会干的 我是我是生来 被处理敲诈案生的吗 哎呀我就坐那祷告 我刚才教你们的四句话 还记得吧 神呐 这是挺难 神呐 这事我不会 神呐 牧师还让我干 神呐 你帮我了 我也是这四句话 我就坐那祷告 神呐 这事没见过 神呐 这事我帮我该怎么办 神呐 人家是传教士 找到我了 我本来不想来 你又让我来 你知道吗 你们是牧师压着你们干 我是更难 上帝压着我干 我这事咋办呢 我说你求你帮我 当我刚刚这样 祷告完以后 就一个声音 上帝说的 上帝说 皮特 如果一个人被圣灵充满 他会去敲诈别人吗 哎呦妈呀 你知道吗 醍醐灌顶啊 上帝说的 皮特 如果一个人被圣灵充满 他会敲诈吗 我立马明白了 这人肯定里面有邪灵 就怕你里面没邪灵啊 有邪灵才好玩呢 我里面有圣灵 我就开始方言祷告 我就开始方言祷告 赶贵 方言祷告 我在那找他 完了那几个 那个院长的弟子 还跟人家在那 讨价还价呢 哎呦我们没钱呢 能不能少给点 然后我们能没钱呢 能不能以后再给 还在那讨价还价呢 我这边我就方言祷告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真的感谢我们中国政府 安了这么多摄像头 你知道吗 想看啥都可以回放 我现在想看 当时的场面 我就回放不了了 那时候没安摄像头 那个男的 张牙舞扰的你知道吗 就像喝完酒的 东北男的 你知道吗 东北男的不说 喝酒以前我是东北的 喝完酒东北是我的吗 就是没有他不敢干的 没有他不能干的 张牙舞扰的 就是今天你要不给钱 能把你房里掀了 你知道吗 就这家事 我就在那祷告 不一会像气球一样 就扁了你知道吗 就扁了 声音越来越小 动作越来越小 最后也没电了 就在那不知声 完了 这时候我过去拍拍间 我说哥们来 我跟你讲了一句话 后面那个 我以后 我今天不讲时间关系 你们不知道 你们翻前面讲到都有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姐姐妹 做真见证的救人性命 做真见证的救人性命 今天如果我 如果不讲一些出于神的话 那一天会出人命的 那一天会出人命的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个人间经常会看到冲突 我们在人间经常会看到冲突 今天早上我刚醒 你们中国是半夜 有人给我打电话 实际上跟我聊了 那个俩人出的一项 这很正常 这俩人出的一项 从来都不是俩人出的一项 也把会两边家人缠 我进来 完了呢 小姑娘找我说啥呢 说她这男朋友啊 就这个跟她讲 说这个 我妈说你咋来了 小姑娘说我啥也没干 你妈没啥说我呀 我妈说你咋来了 我妈说你不为你好 你知道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她妈没结婚的 就我妈说你不为你好 你知道吗 这是典型PV呀 所以稍微有点情商的男生 都说啥呀 哎呀 咱们跟老年有代沟 你知道吗 这个老人有的时候不懂 咱们这个年轻人 他算去算去吧 我回头再跟他说说 以后别让他说了 这就啥事没有了 你知道吗 所以俩人就把以前的 橙汁们烂谷 就给翻出来了 最后微信忽拉 不是忽拉 不是忽拉 不是忽相拉黑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想鼓励弟兄 想鼓励姐妹的是 当我们凭着爱心 讲真话的时候 我们能把很多不好的事情 给他翻转过来 变成好的事情 把很多冲突 最后让他能沉下来 能沉下来 变成这个 一个可以能走很远的 一段关系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想 你想想 当时那个传教士 也是面临很多压力 你这么逼人家掏钱 那人家逼急了 人家真的 用一些很极端 很暴力的方式 所以虽然 是中国话讲杀人偿命 那总归有人要死的 所以今天 很多的 我们在网上看 这个年轻的小夫妻 男的把女的杀了 女的比男的杀了 其实你会发现 都是因为中间有人传话 传一些 有的没的 普通作用的 所以今天 我们去想 我们去想 除非 这个男孩的妈妈 不喜欢这个女孩 否则呢 这个 这个 他说的好听 说的不好听 说的对 说的不对 说的合适 不合适 背后都是爱 所以今天 我在这里面 我在想 有些人年轻 看不清 看不懂 我们年纪大的 我们有精力的 我们能看清 能看懂 我们在旁边 补上一刀 做真见证的 救人性 我们会说 这个 你未来的婆婆呀 这男孩妈 人挺好的 她呢 就是嘴碎 有的时候 看见一些事 她就想说 但她说呢 你也不一定听 因为未必符合 这个时代 未必符合 年轻人的乐点 那你要去感受 对不对 过年过节 给你钱 给你买衣服 给你干嘛 说明她还是 很喜欢你的 你懂吧 所以这件事 无论是她的男朋友 也好 还是像我们 做外人也好 我们都可以 做一些 积极的建造的话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们今天 我们要明白 我们这张嘴 真的很重要 可以让人活 也可以让人死 所以我们自己 为什么 鼓励弟兄姐妹 多抄圣经呢 你多抄圣经 里面就多有神的话 你多抄圣经里面 就有神的智慧 你多抄圣经 里面不但有智慧 还有勇敢 我看今天早上 周恩也上线了 还是上了蛮早的 有一段时间 周恩很痛苦 因为之前 那些错误决定 签了信用卡一些钱 完了信用卡 找到的时候 周恩也不想赖账 那你只有 这几年经历不好 那这就是没钱 然后这些催贷公司 也是很烂 你知道吗 就通过各种方式 都找到周恩 在那个甘肃老家的 他爹的妈 去下午老头老胎 那老头老太太哪 停住吓唬 完了周恩受不了了 找我 我一听 我就说周恩 这事我必须帮你 周恩一听挺高兴 以为我会给他转钱的 当然钱也会转一点 那我跟他讲 我说这个是 我们从头捋一捋 你为什么一个小姑娘 钱这么多钱 他就跟我讲 咋回事 咋回事 我一听 我说明白了 我说以后 真的 就是我最近常讲的两句话 控制欲望 还有控制情绪 我们一定要控制情绪 一定要控制欲望 有些东西 不是你需要的 有些东西不是你需要的 是你的欲望 是你的情欲未控制住 所以冲农是魔鬼 我说那既然错了 没关系 我们跟主认罪 我说第二呢 银行也有责任 银行也有责任 王牧师讲话是很认真的 你他妈的 我讲话有的时候 真的是你们爱听 感谢主 不爱听你们为我祷告 我说你他妈的 银行长得长脑子 一个月只挣两千的人 你给他贷二十万 你给他贷二百万 他拿啥款呢 他卖身呢 所以今天你知道 我们正常的贷款 我们很难的 我们拿点往各种各样的审币 各种各样的审币 他怕你不还 但是这些放高利贷的 他不怕你不还 因为他找那么黑社会来催修了 你知道吗 让你卖房 卖地卖肾 要你还 所以他们根本不长脑子 根本不做风险评估 你只要拿出身份证的 往那一拍赶贷 你张嘴二百万他都给你 我说银行也有责任 这些信用卡公司也有问题 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千万别玩信用卡套现 信用卡真他妈是王八蛋 你知道吗 很多人被坑了 我说呢 今天呢 王牧师帮你什么事 我们跟银行直接对质 就是说 你有没有一个风险民估 你有没有一个信贷审核程序 你有没有知道你在贷我钱的时候 我收入是多少 我的负债是多少 我收入那么少 负债那么多 你还敢贷我钱 你们自己脑子是不是有病 是不是你们要承担相的责任 我们跟着掰执掰执 最后我跟周文一起 我这边祷告 他那边跟银行谈判 最后利息全灭 然后本金还打八折 所以亲爱的兄弟兄亲爱的姐妹 周文在线上 你们感兴趣等就会结束了 你们可以问周文 所以今天亲爱的兄弟兄亲爱的姐妹 当你多敬拜 当你多赞美 当你多敬拜 当你多祷告 你里面不单单有指挥 你里面不单单有爱 你里面还有勇气 当这些加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世界没有什么问题 是我们搞不定的 所以做真见证的救人性命 所以今天你知道 如果当时周文找到我 我先把他骂一顿 我说你怎么这样 你怎么那样 骂完了以后 周文已经受不了了 那时候他爸他妈在老家 天天被折磨 被恐吓 他这边已经快崩溃了 然后我再骂一顿 我就成了那个压倒骆驼 可能这一架人都会死 你想 宫殿 跳楼了 老两口一想 这一辈子就这么一个孩子 他跳楼了 两口喝药了 你说我最大不大 虽然跟我没关系 但是我恰恰就是压死 落死 最后一倒操 但是感谢主 后来周文很好 把那个事情处理了 后来周文还结婚了 现在两个人正预备到来美国生孩子 所以我们那段时间 所有为周文捐钱的 我相信有些弟兄姐妹 有些弟兄姐妹都知道 还来捐钱了 所有为周文捐钱 弟兄姐妹 我求上帝祝福你们 我求上帝祝福你们 因为圣经说 势必说公有福 因为圣经说 当你看到别人有难的时候 你给他 那将来你有难的时候 神就安排天使来打救你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我想 我自己我想 我们基督徒 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个世界 给骗了 这个世界冷漠 我们跟着世界一起冷漠 这个世界自私 我们跟着这个世界自私 这个世界贪婪 我们跟着这个世界自己贪婪 我们自己保守我们的心 我们自己控制我们自己欲望 我们自己 我们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 我们自己在基督里面 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 而且同时能给别人带来祝福的人 我们永远不说谎言 说谎言最后带来鬼诈 有一个并文版本说 说谎言最后会把美好东西都会摧毁的 都会摧毁的 所以今天我们都做诚实的人 我们都做诚实的人 你又来了 容牧师你不是说骗政府不断骗吗 对 政府背后是撒旦 你难道还要跟撒旦说两句我爱你吗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是 对着神我们要诚实 对着牧师我们要诚实 对着兄弟姐妹我们要诚实 但是对着那些杂七杂八的人 神自然会给你指挥 神自然给你指挥 所以今天我再跟你们讲一件事情 中国现在这形势你们也知道 过两天我回国内了 比方说我正在北京的 孙林给整一帮人 我给孙林一帮人正祷告的 然后就说警察来了 那我肯定用神给我的智慧 做一个闪 闪电的闪 然后警察就把孙林逮着 说孙林 那个Peter是不是来了 那个孙林能说吗 对来了 就在这呢 我带你去 这孙林绝对是好动物 孙林肯定说谁是Peter啊 谁是Peter啊 不知道我们公司正在开会呢 你有啥事吗 所以亲爱的弟兄弟姐妹 我们今天 我自己我非常清楚 我的命在神手里 孙林替我打眼后 不替我打眼后 我的命都在神手里 但是因为我的命在神手里 所以到时候 神就把当奖的话给孙林 所以我自己我非常非常清楚 有些事情我教啊 我不是教 我只是给你取个例子 我们教会的弟兄 我们教会姐妹都不需要教 因为圣灵自然会在我们里面 引导我们 让我们说当初的话 做当初的事 然后让神的心得满足 让周围的人被祝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 할렐루야 祝福 祝福